Action 行嗎?打小選擇 你不是打算撒大牌嗎? 所以是完全沒辦法 所以現在我們要從頭再做一遍 讓我多一些地方 會挑你們新的美景去用 沒關係,不要有這個哈余 所以...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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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謝謝導演 就是他 也很重要 好,然後這個鏡頭是這樣 然後我們演下去 讓他玩一聲鏡頭小朋友 好,對,對 好,對 照顧 照顧 照顧,照顧 全部投坐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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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曹佑寧 我在《榜林》這部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叫做阿峰 他的性格是屬於 比較充滿陽光氣息的一個大男孩 然後也是一個充滿正面人亮的一個人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近的人 然後他在戲裡面想要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非常陽光 然後讓人看了會覺得說 這個角色是一個很舒服的人 然後他難的地方是難在 他有許多內心的情緒的起伏 有一些內心戲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我其實第一天來到片場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我真的是要來 就是來拍一個鬼片 然後是一個非常真實的感覺 就像 而且他也是一個廢棄的學校 然後包括場景美術道具 其實都弄得很逼真 所以其實自然而然 在拍攝的過程中 其實就已經可以很投入在片場裡面 我在榜林這個電影裡面飾演的是 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鄭沛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鄭沛方的靈魂 他叫做方老師 學生時期的時候 他性格是個有帶一點焦種 然後很有自己的想法 滿任性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方老師的性格就是 溫溫柔柔的 然後不多話很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我覺得對我來說比較難演的是 因為這兩個人物的性格反差還滿大的 然後我又要讓人演到好像這個人是人又是鬼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在內心上面的衝突 對我來說是還滿難演出來的 我有把我的聖經帶著 因為我其實剛開始拿到這部劇本的時候 我有足足一天就是沒有睡好覺 我覺得好怕 我很怕說來到拍戲的片場 會不會碰到一些靈異的事情 所以我來到這邊拍戲的時候 我聖經就是一定會背 一定會背著 因為我會怕